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肝癌化是最广泛的变性外使增生结结形成肝小叶的形成 由于这个的破坏 弹性逐渐变退而形成肝癌化 肝癌主要是有异常的肝脏细胞 从病医来讲 肝癌化主要是有病毒 酒精 药物 代谢 胆子以及血液中免疫引起的 肝癌与慢性肝病 防菌梅树 咬小叉盐 血血组 渔船 肝癌化等病情是相关的 那么从影像头来讲 肝癌化是个年终的明慢性病变 肝癌去肝脏萎缩 肝癌增大 比例失调 肝癌大 肤水 那么肝癌主要是在不及病变 同时可以有萌萌癌症等转移病灶 那么从检验的结果来讲 FB 升高是相对的 那么肝癌的病人 肝癌的肝癌身高往往是大于150-400以上 临床表现 肝癌化以肝癌 温慢高压 病发等病为主 肝癌的病人 主要是表现进行疼痛 防胆风水 消瘦 络移植等表现 那么从治疗来讲 肝癌主要是保肝 抗病毒 调节免疫治疗为主 那么肝癌病人 主要是通过手术介入 胃肠 摆肠治疗等进行治疗 跳到水后上 肝癌的肝癌 继续 他的肝癌 继续 他的肝癌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